这一课时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在插件里面导出3DMarks的材质信息 之前我们导出的是顶点数据还有面的数据 但是没有导出贴图还有材质 那么这一课时我们导出材质 那么我们先增加一个函数 叫什么叫VoidExport 材质Material 首先导出的文件名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导出哪个材质 在3DMarks里面有这样一个对象 叫IgainMaterial 就是材质 那么这个材质如何获取呢 我们先把它动到CBP里面来 然后我们再说在这个里面如何来获取我们的材质 也就是在我们导出节点的时候 实际就导出个对象 大家这里面呢有一个函数叫 IgainMaterial IgainMateX等于PMeshGateMateFromFace 就通过面获取当前3DMarks这个面 所对应对应的材质 那么实际上在3DMarks里面有可能我的这一个立方体对应多个材质 也有可能用了一个材质 那么当我一个立方体用了多个材质的时候 那么不同的面 比如说我们正对了这个面 正对着我们的这个面 它呢用了一个材质 另外的面呢也用了一个材质 背面也用了一个材质 那么这样就不同的三角形 不同的面对应着不同的材质 那么为了做到这一点 适应这种情况 怎么办呢 我们就可以把面按照材质来进行分组 那么比如说我当前的这六个面 六个面都用了一组材质 那么就对应一个 那么如果六个面用了两组材质 那么就是每组材质下有一些面的信息 那为了适应这个呢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来做这样一个 所以用谁呢用Map Map的这个Key就是我们的材质 用材质来对面进行一个分组 然后对应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面信息 哪些面用到了这张材质 那最终用到的是用这个 因为我们在这个里面呢 已经讲面转化成这种类型的一个index 那我们看这个index是个什么呢 应该说我们一组材质对应多个面 那么它呢应该是一个数组 数组就是我们说的哪一项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face对应的是一组 那么这个大家再理解一下 也就是说我们一个材质对应的多个面 那么我们这样声明 叫什么呢 叫facemate 这样做 那当我们声明完以后 在这里面 也就在这个循环里 在这里面 要对这个面进行一个分组 怎么做呢 那么对应的是哪一个材质呢 对应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材质 然后里面是个什么呢 是个数组push back 把这个面加到我的这个分组里面来 那也就说一个材质对应了一组面 一个材质对应了一组面 最后我们导出的时候 应该导出这一组信息 而不是这一组信息 那么现在呢 我就有必要把我的这个面做一个修改 这里面用的不是一些面的信息 应该按照我们的材质把面做一个分组 为了方便使用我们做一个定义 叫什么呢 叫mate 叫face material 这样来做 好 回来我们这个就不要了 同时这个也不要了 而是用这一组 这样我们就把不同的面和材质 进行了一个关联 那么这里面是个所以 这里面呢 把它加到我们的数字里面来 OK 当我们在导出文件的时候 那么注意 在tofail 当然我们这是测试代码 测试代码到这的时候 我们就不应该这样来写 因为我们现在的面是按照材质 进行了一个分组 不同的材质对应着一组面的信息 那么怎么办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这样做 叫mate 叫face material 它呢是一个 点点器 是个map 等于 然后这个值 不等于end 接下来这个里面一样了 那么注意 这里面就不应该用他 应该用谁呢 用这个材质下的一个数字 等于 这个迭代器指向的second 这样来做 那么注意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还应该把这个材质的信息写下来 或者是在这里面进行一个分组 按照材质进行分组 那么这个写法就不能像我们之前 我们来看一下 被我删掉了 之前的写法就是 所有的面都在一起 那么以这个开始 那么现在呢 我们应该把这句话拿到这个里面来 face count 等于 应该用谁呢 用这个值了 同时这里面还应该标记 他用到的什么呢 材质 叫mate material 等于 那么我们用什么来区分呢 材质用名称来进行索引 这里面加一个s 好 那么这个里面的first 就是我们的材质 i material 新mate 等于 这个就是我们的材质 材质里面有名称 我们把它获取到 get name material name 这个值 然后我们再进行写出 那么这时候呢 就写了多组面的信息 不止一组 那么为了 做这样一个区分 我们在最上一层再加 再加一级 再或者再包一层 那这一层呢 就叫face 里面就什么都不做了 这里面叫face 这个直接叫face吧 这句话应该拿到这个里面来了 好了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材质的名称导出来了 那我们来试验一下 先把我们的这个关掉 否则这个编译的时候 编译不过的 因为它要覆盖我们已经生成的对象 那么这里报了错 什么原因呢 我们没有包括 没有包含这个图文件 include stl里的map 非常好用的一个数据结构 可以说在开发当中 基本上是离不开这个数据结构的 用的非常多 再等于这个face face不定义该运算 我会运算接受的类型转化 那这里应该是没有错 是吧 看一看哪里错了 这个呢 得到了这个face i等名 i喜欢这个side fade 不定义该运算符 或遇到定义运算符可接收的类型转化 那我这个没变类型啊 我们再看一下啊 回到这个 回到这个同件里面来 fade里面呢 有哦 这个 因为我们把它改成数组了 改成数组以后呢 它就不能直接写 那么我们 这个也是支持这种啊 这个没错 哦 哦 这两个名字一样啊 这个怪我了 face 就叫index 不好意思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插件呢 就把面按照纹理进行个分组 因为我们现在只是做了分组 还没有导出这个材质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效果 我们需要给它增加一个材质 拖上来 然后呢 我们可以改变 我们给它增加一个贴图 但这个加不加呢 这个机是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导出啊 只是为了一个应用 但拖了没有变 点这个啊 吸附一下 让它显示一下 OK 然后呢 我们再进行导出 那已经导出完了 我们来c盘压看一下 再看 在这里面 这里面少加了一个这个斜杠啊 在这里面导出之后 大家看材质等于01-default的这个名称 在 也就是说 整个的所有的面都用了一个材质 因为12个 对不对 这12个面就用了这个材质 那么我们在绘制的时候 就可以 把这些所有的面全应用这个材质来绘 那我们看 可不可以导出多个呢 那么这个呢 要对这个3DMAS操作才行 我们来加一个吧 那我这个不是很懂啊 把它分开叫多边形选择器 好像是这样吧 选择这个 我们可以给它增加一个新的材质 它没有变是吧 我有点忘了是怎么改变它这个材质组啊 确实有点忘了 也就是我们这一个物体 它是可以增加多个材质的 然后当我们导出的时候 按照材质 对面进行一个分组 那我们再来试一个 那我们再来试一个啊 我们再增加一个 增加一个立方体 我们给它加一个材质 这个叫2 因为我这个3DMAS装的可能有问题 现在我干什么呢 我们把这两个 把这两个对象给它 这个attach成一个对象 然后我们看看这里面 叫塌陷 好了 那现在应该他们就是一个对象了 现在呢 就是导出 我们再试一下 这个塌陷呢 就是把两个对象合并成一个 感觉它这个合并的不怎么对一样啊 先把这个清掉 这个塌陷完之 还是用了一个材质 但是有多个点 这个没对 那么我也用不来这个了 有点忘了 时间有点久了 大概意思呢 也就是刚刚我给大家说的 就是按照材质对面进行一个分组 接下来我们就要导出材质了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bug给它纠正了 那这里面需要加一个斜杠 好 那我们这节课呢 先到这儿 下节课呢 再给大家介绍导出 对吧 我们先到这儿再看看 谢谢观看 哇